今日郭富城牺牲上海为新娱乐在线和东方卫视娱乐新天地共同举办的电影全民目击上海首映发布会宣传造势 据了解该片由飞行导演孙洪雷 郭富城 于南等主演被称为中国版罗生门 而此次也是郭富城与孙洪雷首度合作 采访中郭富城坦言一直都非常期待与孙洪雷同台标系 电影全民目击并不是郭富城首次出演警察 之前的多次演出累计也让他对此次电影的票房信心满满 直呼最低期望是突破五亿 我们的片方就是校总还有导演还有我们全体都希望能够可以先展望五亿 要冲破八亿要再过十三亿那就是我们的希望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既然全民目击 都是要大家来一起去全民去共同去分享这个电影 电影的票房成功与否都是要观众的支持 所以我们很诚意的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电影来说 很久没有看到那么正面的电影 我觉得不单止是中国电影 我觉得这个电影全球都有这样的影响力 郭富城在事业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他私人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不过自与熊带领结束七年地下情后 郭天王绯闻不断 从TVB女星狗云慧到那摩叶稀奇 难怪郭妈妈对天王的婚事一点也不操心 妈妈没有 妈妈是非常通勤达理的人 她知道我的工作非常重要 你叫奶奶儿媳妇没有什么要求吗 什么 叫奶奶儿媳妇没有什么要求吗 我听不懂 对于你 找什么样的儿媳妇又没有什么要求 simple 好像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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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胡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 大家好 我是哈林 余晨静 你现在收看的是森胡视频